好 董事长 我们这两天当然一直讲说 中国这样的经济 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可是我没有想到 现在许家瑜真的是两手一摊 像美国生理破产 生理破产就代表中国这些债 我管都不管了 他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背后 当然还有其他的权力因素 因为中国的所谓的财富的累积 基本上它是一些所谓的寻租的结果 但是寻租结果 可是这个现在目前进入今年的 第二季结束之后的 第三季的开始 现在全世界也出现很多评价 评价里面包括很多媒体 很多的财务机构专家 都在追踪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外汇 到底怎么回事 它的利息到底 他们的债权债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的大笔的投资发生什么事情 就发现很多不可知的黑洞 已经开始慢慢慢慢浮上台面 那许家瑜呢 还有什么碧碧园 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包括国营企业也开始发生问题了 原始是谁发生的 是习近平搞出来的吧 习近平这几年的所谓的 根据他反贪腐 搞了 然后要去扮演 去挑战美国了 最大的问题是要挑战美国 好了 这会变成什么结果 因为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 有一个叫贝克利教授 美国的外交界的这种大牌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性 他说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俄罗斯已经衰落 清楚 俄罗斯衰落 然后中国崛起已经停滞 就结论了 中国崛起 也要上节停滞了 表示美国有效 对不对 这两国的企图心 已经造成全世界对他们的警惕了 他说美国和盟国 不需要 要继续再永久地去遏制 去contain他们 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的话 他们就会摔退 就垮了 这两个国家就摔退下去了 这两个独裁者 现在等什么呢 等什么 等他们两个年龄大老了 后继的改革者 改革者会来收拾善后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因为他有年龄的压力 他现在两个都70岁了 但时间不多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有一些冒险的作为出来 这个冒险作为 就像乌克兰就是一种例子 就是普丁的冒险 冒进 冒进的结果就是挑衅 他去发动军事的这种作为 军事的挑衅 内部有麻烦 他外部一定会 一定会寻求 寻取发动战争 而且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认为是五到十年以后 结果没有想到 今年他是出生财务问题的嘛 他的财政困难会不会提前 让他的冒进的决心发动 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然后隔壁一个国家叫金正恩 所以这两天你看到事情发生了 什么发生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 跑去参访这个金正恩嘛 跑去参访这个金正恩嘛 跑去参访金正恩讨论什么事情呢 讨论军事合作的大框架 最重要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核武 俄罗斯要去帮金正恩搞核子武器 俄罗斯帮金正恩搞核武 这个是全世界都反对 而且最头痛的国家是谁 中国 中国一个 头发不过小昏倒 你怎么搞这个玩意 所以中国现在在干什么 中国的国防部长 三月份就此以来 四月份去了一次俄罗斯 这两天又去俄罗斯 谈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在会议上大发倔识 中国从来不开空投支票 你要干什么 要去玩家嘛 听都嘛 这个是联动关系嘛 我现在就 我看起来 我就搞这个资源这个北朝鲜 其实里面 就是笑里长刀嘛 他搞的就是大家里面 你战中有何 何中有战 那我现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换言之讲 全世界都在抵制他跟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事情 对不对 那照理论上 习近平不是提出个和平计划 有十二项和平倡议吗 结果你的国防部长跑去要挺俄罗斯 那同样的话 为什么不跑去乌克兰讲呢 就是他选单边了嘛 选单边是干什么 就是跟拜登就跟你讲 我跟你干了嘛 换言之讲 中俄朝鲜这些都变成单边 都选另外一边就跟你拜登 北约到硬干了嘛 硬干的情况之下 我发现一个可能性 可能对台湾好一点的 他们可能会先从北朝鲜半岛下手 因为朝鲜半岛为什么 朝鲜半岛如果动作 有军事动作的话 直接威胁谁你知道吗 直接威胁美国 因为美国驻军 直接威胁日本 直接威胁南朝鲜 南韩 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以零 我们不是说这个新有七七年 不是说在那边这个 这个建业欣喜 可是我发现说台湾可能变成第二优先 因为如果习近平要控制 要掌握他的这个权力 或者普丁要掌握权力的话 他们两个最大公约数不是在台湾嘛 是在朝鲜半岛嘛 所以他可以直接威胁到日本跟朝鲜 跟美国 所以这个下面好戏上场 一定有军事作为 会在这个东南亚 东北亚 东北亚先发生战争 懂的 现在伊隆马斯克跟了美军 搞了这个start shit 你说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也难怪那个所谓的 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诺居然讲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战争的准备 而且我们做这个战争准备是 我们已经会赢了 对 现在这个 俄乌战争这场战争 打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同意嘛 俄乌战争已经变成全世界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实验场 而且武器实验场里面 各式各样武器在里面 新型武器在应用 那最大的突破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特斯拉的新店 就是Starlink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想象 全世界在百年历史上 没有出现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平均战争 那么广大 那个广袤的一个场地 对 然后用大量的炮火 做互相双方的攻击 结果居然被乌克兰 用它的尖射飞弹 尖射轻型武器 对 就能够精准地打败 这个俄罗斯的大量的这种 坦克车 对 跟它的炮兵 而且他们讲 他们的坦克车过去 号称是钢铁洪流 这钢铁洪流 是让德国 法国这些国家都吓死的 从二战之后的 这个俄罗斯所最骄傲的部队 就是它的坦克大军 坦克大军嘛 那这一次你看没有 整个就是溃不成军 那其中最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东西 就是Starlink 因为Starlink改变了 作战的游戏规则 它可以非常精准地 让每一个单兵 能够接收到射击的讯号 能够针对的一个非常 它必须要攻击的 不管是它的指挥所也好 或是说高价值的资产 或是坦克车 只靠一个很小型的 一个尖射武器就能做到 台湾而言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熊二 我们的熊风的 初级的飞弹来讲的话 只有有良好的 就是引导系统 我就能够非常精准地 把你解放军 在渡海攻击的时候 非常精准地把你尖灭掉 低成本 达到高效率 为什么 因为它用高空用心链 加上配合其他的一些侦察系统 就能够非常清楚地定位到 这个要准备攻击的目标 非常清楚地把目标锁定 对 这个是完全改变了 人类历史的一个作战方式 这个在 所以它现在用所谓的这种星盾 开始在做这个 这个事情是什么 解放军 在从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就极度地在研究这个事情 怎么突破 能破解吗 它一定要破解 因为不破解 没有办法打台海战争 台海战争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会这样攻击它的 我们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 我们有自己做的这种 穹风飞弹系列 天宫雄风 包括我们跟美国买的 这些所谓的进程的飞 包括爱山 包括这个防空飞弹 包括这个地对空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飞弹 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飞弹王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解放军一定要能够了解这个东西 办怎么办 这是对台湾而言 它要化解美军的攻击的话 也是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美军那么有把握 告诉习近平说 请你看看俄乌战争 就知道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关键在哪里 就是高科技的应用 那特斯拉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 他刚刚里面讲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他透过特斯拉 还有Starlink 还有Twitter 可以比任何人拥有更多的 即时的资讯 Real-time data 我一看这个很可怕 那你特斯拉在路上跑的时候 对 是不是可以得到 所有中国大陆在道路上 各种奇奇怪怪状况的一些data 没错 那这个data 那是给属于算谁的 算谁的 所以中国大陆不可能给它 那就给美国了 可是道路 他也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把中国大陆的路面资料 相关的这种 所谓的道路行驶 相关的这种道路 碰到各式各样的 这个是属于自驾 这是AI要控制的 这要演算的 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美国公司 我不说完 所以他这个东西 不可能让特斯拉带到美国 去到其他国家应用 可是科技是联通的 所以这个要只不过管理 这是个大问题 还有在管理的同时 我请问你 你在民间上 经济上跟我合作 对不对 那军事上是不是跟我对立 因为你在帮美国成立新冻 对不对 你在帮美国成立航太系统 我有航太系统 你没有参加嘛 那我请问你 我到底习近平 怎么面对你这个 Ellen Musk这个人 对 你有一半是敌人 对 那怎么办 一半是有一半 有可能是伙伴嘛 那伙伴我又还是不要你 好 我现在就算是我 那美 中国大陆有几个弱点 你要知道 中国大陆的科技弱点 第一个弱点 是半导体确定是弱点了嘛 弱点之后 它的AI是变成弱点了嘛 你AI弱点的话 你自驾你就失败嘛 对 就必须要靠Ellen Musk不可嘛 那Ellen Musk会把自驾的资料 或自驾的半导体 供应给这个中国公司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你的 你即使有我特斯拉供应链 但是你拿不到我的自驾的 最高级的资料 对 或高级的半导体嘛 这个不可能嘛 这个部分没有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 你在军事作战方面 它有发动机的问题啊 发动机的问题 它永远输美国一截啊 所以我的对这个发动机的控制 跟演算跟计算等等的东西 对你来讲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 它这东西也不可能跟他交流啊 所以它一定是 一定落后美军嘛 对不对 它当然落后美军的这个事情啊 所以那所以未来 那在信念上的 有承计控制 对不对 它有通信 有指挥 有这个监控 有这个 有相关系统化的东西嘛 你刚刚讲过 它在60分钟 在几个小时内 60分钟送到各个地方 它可以供应全世界 那是代表什么 代表它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超级电脑在演算 那是超级电脑嘛 对不对 那现在可能 你不用超级电脑 因为现在用 所谓的AI的量子 所以用生成式AI 就可以解决了 这些都是特斯拉 在发展的东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